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跟各位介绍 韩版天堂M魔剑士它的所有资讯 首先第一个魔剑士它的武器为符文之剑 它的专武 然后它同时也可以使用匕首 盔甲跟饰品类都是使用近战还有全部类型 然后再来这一次魔剑士新增的装备有 神话一阶金武 佩特拉的荣耀 然后二阶金武 爱丽丝符文之剑 一阶子武是暴君的符文件 二阶子武就是欧西里斯的符文件 三阶子武波尔卡的符文件 英雄级的红武有复仇女神的符文件 它是不死气加成的武器 再来是恶魔王符文件 兰武的部分有诸宏符文件 它的能力是HP吸收 还有幻象符文件它可以发动技能 再来是魔族符文件 就是魔族武器 最后还有迪比斯欧西里斯的符文件 再来绿武的话有秘营符文件 它是不死气加成的武器 还有琥珀符文件 再来就是常见的一般的沙漠符文件 魔族是这次有新增它专属的戒指 第一个是传说级的戒指 世界树指环 再来是英雄级的闪亮生命之环 最后是蓝色的生命之环 然后这三个装备都是可以制作的 第一个世界树手环 它需要使用两条紫布 32颗金美宝石 200个生命石 还有5000万天币 那这个金美宝石跟生命石 应该就是这一次新开放的佩特拉地区 所达到的材料 好接下来这边会讲到 就是魔剑士它的所有技能内容 那这个技能内容 它有区分技能说明 还有之后能转的技能 还有合成技能 以及300万跟180万兑换的活动技能 因为它的总类繁多 所以我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总表 好就在这里啦 这就是魔剑士所有的技能内容 两招金技 符文打击 武动之刃 它都是可以转职取得 然后再来 此技有符文精通传说 符文爆发 幻象屏障 符文之云 符文方正 三位一体 还有生命流淌 它能够转职跟转技合成 还有限时兑换技能 我都写上去了 其中三位一体 它是属于独特子技 接下来看一下红技 符文精通 生命之环 幻象屏障 以太武器 符文方正 超音速 三位一体 还有飞剑 其中只有飞剑 是属于180万的现时技能 但是它是可以合成跟转卡的 另外四招 血蒙 商店技能 是不可以合成 也不能转卡的 再来 白技它非常的多 其中有四招技能 是可以进行转换的 就是四招有等级的技能 以太活力 符文打击 以太盔角 还有杀尘暴 其他的技能 取得方式 大家就直接看一下 这张表格吧 好 那么这张技能表格 我也会在直播上面 跟大家一一介绍跟说明 官方有说到转值折扣75折 然后官方也贴心的 把所有折扣后的材料数量 都列出来 我们就一起看吧 一般技能 白技它的转换是两个带子 神话武器 原本是500个 活动优惠375个造具 神话技能113个 子技原本27个变成20个 独特子技就是75折变75个 英雄技能变成7个带子 然后蓝色的武器盔甲跟饰品 依旧维持原本的一个 商城饰品原本是5个材料变成4个 熟练度这边也做了优惠 一级的不变依旧是一个材料 二级是6个 三级12个 四级24个 五级是48个 然后在这一次魔剑式的更新中 也推出了全新的红骑士经验武器 只要使用10万天币 再加25颗龙钻30个最高级铁 再加500万天币 就可以制作红骑士的各类经验值武器 它的能力值共同都有一个经验值 加10%的奖励 最后我们看一下全新的地图 隐藏在海市圣楼结界中的佩特拉沙漠 里面是属于一般区域 不能记忆坐标也不能随机传送 然后每天会依照一定的距离 进行三个传送门的开启 每一次开启的时候 那个入口会保持10分钟 玩家必须手动传送进入 里面没有时间限制 然后使用回卷后会回到佩特拉哄意村庄 在这一次佩特拉沙漠里面 会掉落许多全新的材料 其中有四色宝石搭配的全新的收集品 分别是HP加50 经验值加1% 远近法伤加1 远近魔命加1 伤害减免加1的道具收藏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魔剑师大改版 我整理出来的几个跟魔剑师地图 还有它的职业相关的内容 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